托运好了行李我们又出发了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道东环线的车子 刚刚取到车在空港这里 现在我们要出发了 Let's go 我们意外发现了野生丹顶鹤 在这片草地里 现在是70焦段 就知道离它有多远 很重 蓝松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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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野生动物了 好像两只还是一只小动物 一只 应该就是爸爸妈妈和小孩 距离串路机场七分钟车程 就有一个丹顶鹤自然公园 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赏丹顶鹤 公园成立于1958年 最初丹顶鹤的生态完全不为人知 只能摸索与尝试 直到1970年 人工孵化才取得成功 丹顶鹤被北海道原住民 阿易奴人称为师园之神 在江湖时代 各地都能见到丹顶鹤 明治时代开始 其数量骤减 1924年 在串路发现数十只丹顶鹤 通过当地居民的努力保护 2013年 数量已达到1450只以上 除了日本 还有1400只左右 生活在俄罗斯与中国边境的黑龙江流域 在北海道 全年均可见到丹顶鹤 特别是入冬后 大量丹顶鹤会汇聚到串路附近 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前往 到了三月中旬 他们开始向各地迁移 他是拿过去喂的那个小宝宝 这个丹顶鹤这里可以这样 这是为了拍照的把镜头伸进去 好受精 然后让你照完相以后把盖子盖好 他真的跟着你走 刚刚我们从那边走过来 他就跟我们走了过来 然后我们往那边走 他又跟着我们往那边走 你跑一下 看他跟我跟着你跑 这除了可以看鹤 还能学到好多知识呢 这些其实都是中国的成语 这还有个鹤类鸡群 也听到有叫了没有 是公的叫是吧 很短处 离开丹顶鹤公园 我们穿过牧场和森林 前往阿涵湖 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带熊林 如果实在是万一的遇到了熊 一定要和他对视 不要离开他的目光 然后慢慢的后退 希望不要背对着他 这个网是为了保护这个树的 免得被这个鹤的脚给伤害掉 刚说的鹤就看到一只 让他们认为是两点 我还记得你 まあ对家里 那你一定要 就好像是泥巴烧开了一样 这个跟那个九州的有点像 九州的地狱巡礼 这个湖边就有这种 带地热的 冒着热气 这是天然地暖 在路边停车 下车来拍一点风景 意外发现在河边的树林里面 他耳朵动得好乖哦 你看他屁股 他还挺大一只的 刚刚看到路边有一只狐狸 等我拿出相机他就跑远了 只要注意看 在公共两边就有很多野生动物 是狗还在狐狸哦 狐狸你看他尾巴好长 要分手 让我把自己写成片 别弄坏 后来从来没越远 为何能见更多 全成来做你 但最后终于有险在 现在我们开车往市区回酒店了 还没吃饭 今天看了一路的野生动物 有狐狸有鹿 还没有遇到熊 现在起雾了 天色暗下来了 气温也降下来了 我们的晚餐是双主食 碳水组合 先是一碗白米饭 然后是一碗拉面 加点泡的姜 我们下午几乎 那我们下午的00点